我们现在来介绍双变数函数 在二次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曲线 曲面是什么状况 二次曲面 这个是我们在一般来说是比较常见的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在单变数函数的时候 二次曲线就是圆锥曲线 里面有圆有椭圆 抛物线还有双曲线 还有其他的一些退化的状况 那么二次曲面如果双变数情况的话 就是它的一个推广 那么我们来看看一般来说 最简单的情况是球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说是球星是X0 Y0 Z0 我们到它的这个距离 横为一个定数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球面 这是我们所见介绍里面 最简单然后最容易了解的图形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图形 Ellipsoid是什么呢 是椭球 这也是一个椭圆的一个推广 椭圆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ABC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就会造就的是一个椭球 是一个三度空间里面的一个 像是一个橄榄球 但是它不是橄榄球 它是一个椭圆的一个推广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图形 这是Elliptic Hyperboloid 是什么呢 是双曲面 其实我们说的是 这是一个椭圆双曲面 那怎么讲呢 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分析一下 假设这个题目来说的话呢 这是X轴 这是Y轴 这是Z轴 如果说Z等于0 那么就压到XY平面了 那是什么图形 它是一个椭圆 我们看到了 这只是一个椭圆 如果说Z横为一个定数的时候 它都是一个 这个地方 每一个地方都造就一个椭圆 每一个都造就一个椭圆 那么如果说我们做一个推广 如果这个题目是这样的 等于0 好 我们来看看 如果是等于0的时候 这边是0 那么我们看看 当Z等于0的时候 那这个点 就会变成了一个点了 那就会变成了 它是一个 像个圆锥的形态 如果说它是 负一 负的 负的话呢 会怎么样呢 它不会没有图形 它就会退化成了两片 这个 这是我们的轴 各位同学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二次曲面的话呢 它的变化是蛮多的 二次曲面里面 椭圆泡物面 Elliptic Paraboloid 这种图形的话呢 我们也一定要介绍一下 这个图形的话呢 它的方程式是这样的形态 什么意思呢 当Z的话呢 是唯一一个定数的时候 我们来把它截过去 我们发现它每一个截面 它都是一个椭圆 那么整体来说 它就是一个抛物线 所以我们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说成 就类似像抛物线的一个锅子一样 那么这种图形 我们的话呢 必须要知道 再过来 我们再看看下一个图形 这个图形是最特别的图形了 这叫做Hyperbolic Paraboloid 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双曲 Hyperbolic 这是抛物线 那怎么样的话呢 把它造成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像是一个马鞍的图形 那么我们解释一下 如果说我们来画一个平面 截过去 我们发现它通通都是一个双曲线 两边过来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让X等于0 X等于0的话呢 是这个面切下去 X等于0切过来 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它是一个抛物线 这是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站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 从前后来看 我们发现我们是高点 左右来看 我们称为低点 这种的话呢 我们称为Seddle 这个地方叫做安点 那么这种图形的话呢 常常是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可以见得到 那各位同学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有一个食品的话呢 常常会用这种形态来做成它的形状 那么我们来举个例子 像是我们的洋芋片 洋芋片就是这种形态 各位同学我这个画得比较夸张 所以同学的话呢 可能会看得比较不清楚 来我们看看下一个图 下一个图各位同学可以看得出来了 如果我们把它做成了圆形 那么这就是一个洋芋片的图形 那二次曲面的话 它本身来说画起来是不太容易的 因为是三度空间的 如果各位同学的话呢 可以善用数学软体 我们就可以来试着去画画看 有各式各样的很有趣的图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куп Sudan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itt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吧 雨时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